台南關係當初已經是180萬 最基本的林口索來證書 合併新家已經過幾年的市場 2000019年林口索是187萬 到20022年是185萬頂的 對於自己的林口索減少了2萬多 市場會提表是說 誰要借貴身的人坐是萬一值 2019年到現在台南市那時候是187萬 現在是180萬大概減少2萬多 但是我覺得其實從那個角度來看 是出生數減少 然後年老過世人比較多 它不過這種生不如死的狀況 是全台灣各地都有 市場表示說 雖然林口索有減少 但是就社會流動率來看 移入跟移出的比較起來 去年又增加1,800多人 你看社會流動 台南市的淨移入人口 是大於淨移出人口 淨移入人口大於淨移出人口的差距 每年大概像去年來講 2021大概是1,800多人 所以淨移入了1,800多人 移入移出相比 所以說 我們覺得其實我們只要做好更多的建設 那有更多的發展的機會 移入的人口還是會增多 不過 小子化也是一個全國普遍的現象 我們還是希望說 能夠在年輕的朋友們感生感養 那這個部分是變得比較好的 那所以說我們希望更優化一個 生育孩子跟養育孩子的一個政策 提出來會願意讓人家這麼做 其市場也標示說 小子化是全台普遍的現象 這要減少來看待 也稍微更好的慶祝 讓人家管理生 提款到生育路 解決到人口減這個問題 南天新聞帶來 請大家解釋方報的 謝謝 謝謝